如果你曾经生活在农村 那么这种长在路边 被人们称为断肠草的藤本植物 想必你或多或少都有遇见过 这种野草全身上下都有毒 传说中常遍白草的神龙是 它最后就是死于这种断肠草 而战国时期的韩非子 它在自杀时所服用的毒药 也是来源于断肠草 这是今天要讲述案件的取证现场 一株小小的断肠草 它本来是在山野间默默地生长着 可是有人却偏偏要利用它 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整个案件曲折离奇 并且笼罩着多重的谜团 这一株并不起眼的路边野草 它真的会成为致命的杀人凶器吗 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内心翻涌的龙叔 将为你讲述的是 路边野草农村奇案 案件的发生地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 在百色市的东北部 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凌云县 在凌云县的境内 有超过90%的地貌 都是土山和石山 风景看上去很是优美 但是交通出行 却存在着诸多的不便 2014年的12月31日 凌云县公安局 接到了一个110的报警电话 报警人是凌云县加油镇的一个村民 陈某通 根据陈某通的描述 他在当天上山砍柴的时候 发现在一段公路的下面 躺着一个人 陈某通反复叫喊了几声 但是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而在这个人的不远处还有一辆侧翻在地的摩托车 由此凌云警方推测 这有可能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 于是交警大队的民警就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 出事的地点位于一段相当崎岖的乡村公路的某个路段 在事发的路面之上 警方发现了少量残留的血迹 而从路面一直往下 大约15米左右的山坡距离 办案的警员还发现了摩托车倒地刮擦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由此警方做出了初步的推断 这辆摩托车 他应该是从路面上直接翻滚掉下了山坡 之后又刚好被一棵大树卡了一下 最终才停了下来 而躺在摩托车旁边的这一名中年男子 他的死因具体是什么 警方还需要等待法医的进一步鉴定 根据现场的勘察结果 凌云警方初步排除了这名男子自杀的可能性 剩下的只有两种情况 其中第一种情况是 这辆摩托车跟其他车辆发生了纯粹的交通事故 之后这个其他车辆的车主 采取了肇事逃逸 而第二种的情况是 有人故意的制造了这一起交通事故 其目的是为了悄悄的送走这一名中年男子 那么具体是哪一种的情况呢 不瞒你说整个案件的真相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鉴定死者的死因 法医吴天照和他的同事 他们先是把尸体运回了停尸房 进行更加仔细的检查 而现场的这一辆摩托车 办案的民警也把他拉回了交警大队 实施进一步的痕迹勘察 在摩托车左边的多个部位 警方都发现了呱呱的痕迹 这说明了在出事的时候 这辆摩托车曾经跟其他车辆 有发生过激烈的碰撞 而在摩托车的离合器上 办案的民警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绿色油漆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警方推断这些油漆 很可能是来自于一辆农用车辆 但是在当地 要利用这一些残留的油漆 来找到肇事的农用车 毫无疑问是存在一定的追查难度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法医吴天照那边 也传来了一些关键的线索 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来分析 法医推测 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约是在11到16个小时之前 而死者的致命伤 应该是他的头部 受到了坚硬物体的猛烈撞击 从而导致了颅脑的严重损伤 根据摩托车的车牌号码 凌云警方经过核实 最终确定了死者的真实身份 死者名叫杨昌和 十年53岁 凌云县加油镇上散村人 根据他的家里人反映 在出事的前一天 杨昌和独自一人开着摩托车 来到县城的一个亲戚家里吃酒席 可没想到过了一天一夜 还是没有看到他回家 另外警方还了解到 死者杨昌和有三个小孩 但是他们常年都在隔壁的广东城打工 而在早年间 杨昌和也和妻子离了婚 现在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 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凌云警方一方面沿着绿色油漆这条线索 开始在周边的乡镇里 追查可疑的农用车辆 另一方面 他们还在全线范围内贴出了悬赏通告 希望发动群众的力量 来寻找到农用车辆的有关线索 可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凌云警方没有查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在这个曾经的案发现场 当初的一些刮擦痕迹 也已经销声匿迹 随着新长野草的覆盖 这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 也逐渐的被当地的村民所遗忘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半年之后 在隔壁镇的一个山间溶洞里 又发生了一起更为离奇的刑事案件 自古以来 就有四条纵横交错的河流 汇聚在百色式凌云县的境内 这使得凌云县的生态文明建设 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2005年开始 凌云县连续九年 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城 人们在这座秀美小城里的生活 一直都是宁静且悠闲的 可就在2015年的5月31日 凌云县公安局里的一通报警电话 彻底打破了这种宁静 在加油镇隔壁的罗楼镇 有人在村公路边的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具无名物体 在当时 这个洞口紧挨着公路边 虽然洞口的直径 只有一点五米左右 但是整个山洞的深度 却达到了九米多 而且从洞口进去之后 里边是真正的别有洞天 为了对这具无名物体 进行更加仔细的勘查 办案的警员只好请来了消防队员 借助一些专业的设备 才得以把尸体从溶洞里 给抬了出来 经过法医的初步诊断 死者是一名男性 但是由于脸部腐败比较严重 警方在一时之间 还没有办法辨认出 死者的真实身份 在一开始的时候 附近的村民还以为 是有人不小心掉进了溶洞里 而因此丧命 可是从溶洞现场的 取证结果来看 法医否定了意外的可能性 因为这具无名男尸被发现时 他的肢体动作相当的奇怪 在当时 这名男子的双腿是弯曲的 虽然他的右手 是比较自然的紧贴在身上 但是他的左手 却是稍微的抬了起来 举在空中 这些奇怪的姿势 应该是在身体僵硬之后 才会形成 如果死者是不小心 掉进了溶洞里 或者是被人从洞口 故意推了进来 那么他的所有肢体 应该是躺平在地面之上 由此法医推断 发现尸体的溶洞 应该只是一个抛尸现场 真正的案发现场 可能是在其他地方 除此之外 法医通过进一步的检查 还发现 死者的头部 颈部和腿部 存在多处的骨折 但是在骨折伤口的皮下组织 却没有发现出血的痕迹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死者的这些骨折 是在死后才形成的 如果是死后抛尸 那么死者的真正死因 到底是什么呢 法医检查了抛尸后 所形成的全部伤口 最后他发现了一处 相当异常的地方 在死者的脖子部位 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出血带 看起来像是一条很深的勒痕 由此法医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他认为这名中年男子 是被勒死的 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不瞒你说 整个案件的真相 远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你的耐心 已经驱使你看到了这里 那么不妨先点赞关注一下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为了尽快地确认死者的身份 凌云警方以案发的 罗楼镇为中心 向着周边的几个村镇 展开了走访调查 结果很快就找到了一条 关键的线索 在加油镇的夭闲村 有一位陈老太 他说自己的儿子 已经有九天没有回家了 他感到非常的担心 负责侦查的警员 询问了陈老太一些具体的情况 他的儿子名叫黄宇爱 十年四十五岁 在平时 单身的黄宇爱 他是跟着母亲陈老太 在一起生活的 根据陈老太的描述 在他儿子失踪的九天前 一个叫做程杜玉的男子 曾经来过家里 然后黄宇爱就跟着他离开了 在当时 黄宇爱说是去县城里玩 为了证实无名男师 就是黄宇爱 凌云警方提取了陈老太的血氧 进行DNA的比对分析 结果发现 溶洞里的死者 正是失踪多天的中年男子 黄宇爱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陈老太瞬间就气不成声 悲痛欲绝 他一下子就几乎要晕倒在地上 在当前 凌云警方可以追查的唯一线索 是陈老太口中的中年男子 程杜玉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凌云县公安局的门口 出现了两男两女四个人 他们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 着实让公安局里的民警 感到匪夷所思 在询问陈老太的过程中 办案的警员了解到 死者黄宇爱 他在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喝酒 而在陈老太家的隔壁 刚好有一户人家也喜欢喝酒 这户人家的男主名叫 谭昌波 他跟妻子曾凤明一起在县城 做着铝合金的小生意 在平时 单身寡老的黄宇爱 他经常找谭昌波夫妇一起喝酒 看起来他们的邻里关系 相处得还算不错 可就在警方询问陈老太之后的第二天 谭昌波夫妇却来到了公安局 并主动投案说 是他们杀害了黄宇爱 而更为离奇的是 前来投案自首的 还有另外的一对男女 其中的男子 正是陈老太曾经提到的 在案发前带走黄宇爱的程度域 而另一名女子 则是程度域的女朋友黄采珠 在审讯室里 这四个人都亲口承认了 是他们共同作案送走了黄宇爱 面对这四名同时出现的嫌疑人 凌云警方在刚开始时 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是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其中的蹊跷之处 警方先是询问谭昌波 为什么要送走黄宇爱 谭昌波有点激动的回答说 黄宇爱连续三次 对他的妻子曾凤明 实施了不可描述的强硬之事 所以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以彻底结束黄宇爱的恶行 与此同时 曾凤明也给出了同样的作案动机 他说自己被侵犯了 在心理上接受不了 于是就起了杀心 而另一名男子程度域 他是谭昌波同母义父的弟弟 面对警方的询问 程度域也说出了同样的理由 可是程度域的女朋友黄采珠 他却很坚定地表示 关于黄宇爱侵犯曾凤明的这个事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口供不一致的疑点 很快就引起了办案警员的注意 被抛尸在山洞里的黄宇爱 他的真正死因到底是什么 谭增成黄这四个人 他们真的是送走黄宇爱的幕后凶手吗 这一起离奇的谋杀案件 他跟半年前杨昌和的交通事故 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呢 虽然一下子来了四名嫌疑人 但是在陵云县的公安局里 云里屋里的谜团却变得越来越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谭增成黄这四个人的作案动机 凌云警方决定 针对黄宇爱的社会关系 展开更加详尽的走访调查 果不其然 在调查的过程中 办案的警员获取了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 在黄宇爱家的隔壁 有一个开便利店的村民 王某海 根据王某海的陈述 他的邻居黄宇爱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 而且每隔一两天 黄宇爱就会到他的便利店里 奢账买酒喝 每一次都是喝得最熏熏的 但是在半年多之前 黄宇爱突然间就不再赦账了 他每次买酒都是给的现金 王某海说 在当时他还感到很奇怪 因为作为无业游民的黄宇爱 他的身上可从来都是没有几个钱的 而更为离奇的是 王某海还在偶尔之间 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一次 黄宇爱喝醉了酒 他在王某海的面前说道 他知道隔壁镇的杨昌和 是怎么死的 他亲眼看见 是谭昌波夫妇 开车撞死了杨昌和 在当时 王某海只是把黄宇爱的这番话 当作是酒后胡编 他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半年之后 黄宇爱遭遇了不测 王某海才想起了这个事情 听完这一番的陈述 办案的警员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随后 他们来到了谭昌波家 并很快找到了一辆嫌疑车辆 从表面上看 这辆农用车的车身颜色 跟摩托车离合器上的油漆颜色 是相类似的 警方提取了农用车的车身油漆 并送往专业机构进行化验 结果发现 这两处的油漆成分是相一致的 在铁证的面前 谭昌波夫妇承认了肇事逃逸的事实 2014年的12月30日 谭昌波夫妇开着自家的农用车 准备去县城拉点水泥 而邻居黄宇爱 他正好乘坐谭昌波夫妇的顺风车 一起去县城 在崎岖公路的一个拐弯处 谭昌波看到有一辆摩托车 从对面正晃晃悠悠地开了过来 他猜测骑车的人可能是喝醉了酒 于是谭昌波赶紧减速并往右避让 但是对面的那个人 他还是硬生生地撞到了谭昌波的农用车 只听到扑通几声 那辆摩托车连人带车翻到了山坡底下 而骑车的这个人正是杨昌和 在当时谭昌波和黄宇爱 他们急忙下车看看是什么情况 他们看到杨昌和躺在山坡底下 已经没了反应 谭昌波感到非常的害怕 他下意识地想要马上逃跑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黄宇爱又推了一下谭昌波 然后说咱们走吧 于是谭昌波跟着黄宇爱回到了车上 他们赶紧开车离开了事发现场 在车上谭昌波夫妇始终是惊魂未定 而坐在旁边的黄宇爱 他向谭昌波夫妇做出了保证 他说这个事情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他一定会守口如瓶 不会对别人说的 为了感激黄宇爱 谭昌波夫妇也做出了承诺 他们答应黄宇爱 每个月会给他一些烟酒钱 就这样 三个人达成了一种隐瞒真相的默契 但是在事故发生的三天之后 黄宇爱就让谭昌波夫妇感觉到不安全 因为黄宇爱开始向谭昌波要钱 在刚开始的时候 黄宇爱只是说借一百两百块钱给他用 虽然嘴上说是借钱 并且数目也不多 但是谭昌波夫妇心里很清楚 黄宇爱分明就是在勒索 到了后来 凌云警方调查了这一起交通事故 并且还发出了悬赏通告 结果上面写着五千块的线索奖金 进一步刺激了黄宇爱的胃口 在当时 谭昌波的妻子曾凤明 他开着一辆小型客车 从县城到加油镇跑客运 每一天里 他通常能赚到一两百块钱 但是几乎都被黄宇爱给要走了 在曾凤明的心里 虽然他感到很是委屈 但是因为害怕黄宇爱 去举报肇事逃逸的事情 他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直到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 曾凤明突然间找到丈夫谭昌波 他说 黄宇爱曾经对他实施了 三次不可描述的强硬之事 他觉得很是丢脸 所以一直没有说出来 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他感到很不舒服 他希望结束这种状态 在听完妻子的倾诉之后 谭昌波立刻马上就弃上心头 在他的心里开始谋划着一出 藐视法律的颂人大戏 为了送走黄宇爱 谭昌波夫妇 他们开始四处打听一些可行的方法 可是 这两口子都是文盲 他们除了自己的姓名 几乎不认识几个大字 关于送人的方法 他们也只能是道听途说的居多 有一天 谭昌波夫妇听到了这么一种方法 据说 喝了高度酒的人不能抽烟 如果不小心抽上了 那很可能会引火自焚 被活活地烧死 于是 谭昌波就去买了一瓶二锅头回家 他决定亲自试验一下 结果发现 这个方法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一点都不靠谱 到了后来 妻子曾凤鸣想起了有老人曾经说过 说是农村山上的一种 叫做勾吻的断肠草 可以要人命 于是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 他们决定把断肠草磨成粉末 然后泡在酒里拿给黄宇爱喝 作为一名酒鬼 黄宇爱应该不会拒绝 这个计划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没有这么简单 传说中的断肠草 他真的可以送走一个大活人吗 谭昌波夫妇的送人计划 又是怎么实施的 程杜宇和他的女友黄彩珠 他们又是怎么被牵扯进来的呢 原来 早在2015年的5月初 程杜宇来到谭昌波的家里 帮忙盖厨房 因为喝酒的缘故 程杜宇和隔壁家的黄宇爱 很快就熟悉了 在当时 程杜宇看到黄宇爱 经常过来找谭昌波夫妇要钱 他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程杜宇追问哥哥好几次 谭昌波才终于说出了原因 与此同时 谭昌波还跟程杜宇透露了 他们的送人计划 在当时 谭昌波说 他们找不到断肠草 希望程杜宇也来帮忙找一下 于是 程杜宇就叫上了女友黄彩珠 这个黄彩珠 她从小就生活在土山地区 她说小时候家里养的猪生病了 她就跟着老人去路边采摘过断肠草 于是 她从老家的路边摘取了一些断肠草 然后拿给了曾凤明 在拿到断肠草之后 曾凤明小心翼翼地把它磨碎 并用一瓶二锅头 做成了毒酒 刚开始时 谭昌波夫妇想要简单粗暴地 叫上黄与爱一起喝酒 然后悄悄地把毒酒递给她 可是在这个时候 程杜宇发现了其中的不妥 如果黄与爱跟他们一起喝酒 然后毒发死掉了 那么警察肯定会怀疑他们 所以 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不露痕迹的方法 就这样 这四个人一直在等待一个绝佳的下手机会 直到2015年的5月25日 这是一个下雨天 黄与爱找到谭昌波夫妇 这一次 她提出要一万八千块钱 谭昌波夫妇虽然面带笑容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 早就已经决定动手了 于是 谭昌波提议 就在当天晚上 叫上她的弟弟程杜宇 三个人一起到乐业县城的饭馆里 先喝点小酒 然后再取钱给黄与爱 作为酒鬼 黄与爱自然就点头答应了 在当天的下午 程杜宇带着黄与爱离开了老家 而谭昌波夫妇也带上了毒酒 他们开着自家跑课运的小客车 在村口接上了黄与爱 程杜宇和黄彩珠 在车上 谭昌波先是取出毒酒递给了程杜宇 然后程杜宇又把毒酒拿给了黄与爱 而他和谭昌波 则在手里各拿着一瓶啤酒 然后三个人在车上喝了起来 根据谭昌波的交代 黄与爱在喝下断肠草的毒酒之后 他发现味道有些奇怪 然后他还看到了酒瓶里 有一些碎叶子之类的东西 于是黄与爱就笑着说 你们是不是给我下毒了 在黄与爱看来 这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的玩笑居然成真了 中毒之后的黄与爱 他慢慢的变得精神恍惚 在前往县城的路上 他一直用手捂住肚子 根据后来法医的辨认 黄彩珠当时所采摘的断肠草 实际上是一种叫做勾吻的藤本植物 这种植物泉株有毒 特别是嫩牙这个部位 它的毒性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断肠草 它并非真的会剿断中毒者的肠子 它里面所含的勾吻素 是一种神经毒素 这种毒素会导致中毒者 四肢无力 神志不清 同时还会出现腹痛难忍的症状 如果中毒比较深的话 中毒者通常会在四到七个小时之后 死于呼吸衰竭 在毒发之后 黄与爱一路上都在求救 可是同在车上的四个人 没有一个人想着要回头 再后来 挣扎无力的黄与爱 就陷入了重度昏迷 谭长波说 在当时他摸了一下黄与爱的脖子 发现他还有脉搏 于是 他在车上找来了一根带电线的插板 这本来是做泥水工时接电所使用的 但是在当天晚上 这根电线成为了送走黄与爱的终极凶器 在审讯室里 谭长波夫妇哭诉着说 他们都有着迫不得已的杀人理由 谭长波说 他每天都感到恐惧 他受够了被敲诈勒索的日子 他对于黄与爱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而妻子曾凤明 他也表示很冤屈 他说 被黄与爱侵犯的事情 是他一辈子的耻辱 他已经被逼得 无路可走了 至于成杜玉和黄彩珠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做出了辩解 成杜玉说 他本来是不想参与的 但是他的哥哥谭长波 一直给他打电话 哀求他过去帮忙 他心里一软就陷进去了 而黄彩珠的理由则更加的奇葩 他说 他自己只负责采摘了断肠草 至于后来的送人计划 他在刚开始时是不知情的 他之所以答应成杜玉 跟着车子去了县城 完全是因为他喜欢成杜玉 可是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在凌云警方的眼里 这四个人之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律 甚至还有点藐视法律 实际上 对于谭长波夫妇来说 他们曾经有多次的机会 可以使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比如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如果谭长波夫妇能够及时的报警 即便是他们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那么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谭长波夫妇最高的刑罚 也可能只是两到三年的时间 如果是主动赔款 同时还向对方家属取得了谅解的话 那么缓期兼外执行都是有可能的 更何况死者杨昌和 在当时他还有可能存在酒驾的行为 另外 谭长波夫妇在受到黄与爱的敲诈勒索时 他们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问题 毕竟这里边的过错 完全在于黄与爱本人 再到了后来 曾凤鸣提到了黄与爱的侵犯之事 并且是接二连三的实施了三次之多 如果这些事情全部属实 那么这里边的过错 肯定也是归属于黄与爱这个施暴者 可奇怪的是 谭长波夫妇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报警 来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 相反的 两口子在错误的路上越陷越深 最后他们还拉上了毫无关联的程杜玉 以及他的女友黄彩珠 就这样 四个毫无法律意识的嫌疑人 他们逐渐地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犯下了弥天大错之后 这四个人 他们只能接受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 而最终成为无辜受害者的 是谭长波夫妇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在父母出世之后 这三个孩子自己动手把各自的床搬到了一起 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抵抗恐惧和孤单 与此同时 住在隔壁的陈老太 他也在承受着失去儿子的巨大痛苦 这一位孤苦伶仃的八十岁老人 他在平时还经常把家里的腊肉 拿给隔壁的邻居谭长波夫妇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吃他猪肉的好邻居 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也给送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